我们看到了宝宝杨宝珍的悲情离职含泪离开 引爆了民众党潮湖的风暴第四天了 他们的发言人群现在在出面灭火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人吴怡轩 他出面否认哪有内斗 都是国民党在对选前蓝白和不合 他还点名好几个政治评论员 说你们加油天簇 你们最好适可而止 听听看 这到底是灭火还是在点火 现在民众党很多的那些KOL的脸书 或者他们明代的脸书通通都被灌爆 为什么 大家觉得杨宝珍以前过去是民众党的女神 人女神离开的时候 梨花带泪这样的情况 你说真的没有公斗 一般人有眼睛的人 他们都会打上个问号 那你说真的 一般人都打上问号 光是我们跑政治跑那么久 我们跑十几年政治新闻的人 看这种剧本看太多了 所以当然一开始就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被请辞 没想到我这样子疑之后 现在民众党也盯上我了 他盯上我跟林涛 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特定人士 说我们在胡言乱语 讲这一通说什么 这就是戏码 但我必须坦白讲 第一个 我没有加入国民党 我也不是国民党的人 我过去可能曾经在市府服务过 但我没有加入国民党 但问题是我现在身份就是媒体人 媒体人就是友谊说一 友识说是 我们就照我们过去的采访经验 还有当事人呈现的脉络 我来分析 那吴怡轩坦白讲 他也是我好朋友 我们过去认识事情 我们一起跑过新闻 所以我不会怪他 我知道他写那篇文章点名我 他可能有他为难之处 所以我不会跟他计较 但问题是我们要回归到事情的本质 让观众朋友了解这样的情况 现在民众党也不只点名我而已 他点名很多媒体人 基本上通通都有点名 只要说有被公斗的 基本上都会被点名到 包括谁 包括我们的慧珍姐 姚慧珍 他也被点名 被点名说什么 你们都乱讲话 我们哪有公斗 因为姚慧 甚至还有吴怡轩在直播节目上 他最讨厌的就是姚慧珍 哇 我们大家都知道慧珍姐的脾气 你只要戳他一下 那不得了 他一定会跟你杠上 那姚慧珍坦白讲 他也不是神油的灯 他就在这个友台的节目上 也当场回向维系 说真的 你要记住 你是发言人 他是记者 你怎么可以发言人说 我最讨厌的就是某个记者 过去没有发言人这样讲过了 发言人通常都是要跟这个记者 打好关系 那我们什么消息 可以拜托你 把我们曝光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看 这个民众党等于是打破蓝绿的框架 过去蓝绿的发言人 不管他做得好不好 基本上对媒体 基本上都不会恶言相像 即便他们有错误 也不会恶言相像 可是你看民众党 第一个先点名记者 点名我们的媒体人 这样说得过去吗 所以我就说 姚慧珍其实还有讲 比较近辣一点 他说 你拜托你长大好不好 因为现在很多在网路上 都风吴于轩 他说高中生发言人这样子 那我觉得 这样的发言 这样子的说法也不好 也会谴责说 这样子信念吴于轩的说法 那我问你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开记者会的这个现场 你看 宝宝的请职 可以烧四天五天 这件事很大条 没错 可是怎么会站在马路边 开记者会呢 大家很好奇 通常民众党团 开记者会 都在民众党团的办公室 或者记者会室 直接开 他们里面很多麦克风 桌子也给你排好了 媒体记者也可以进来 可以上位子 什么都很方便 因为你看 杨宝正礼拜一 开记者会的地方在哪里 在民众党党团的门口 他没有进去 那现在姚慧珍 他就觉得质疑说 为什么他会在门口 开记者会 你既然是党团的人 你既然做什么重大决定 你应当在党团的办公室 或记者室里面 开记者会才对嘛 那他质疑 会不会是有人 不让他在党团里面 开记者会 那个人是谁 他质疑是陈志涵 像陈志涵目前 他人现在也不在国内 因为像早上看新闻报道说 他原来全家大小 现在都出国了 你知道吗 俊阳哥 那可是这十几点 就让他觉得很奇怪 现在火烧了四天 陈志涵本人 没有当面出来做说明 而且现在立法院是开议 你是党团主任 过去我们跑立法院的时候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 很多记者要跟党团主任 怎么样 换影片 交换资讯 了解说你这个会计 要做哪些ABC的事情 可是你看 民众党的党团主任 在立法院开议的 第一个礼拜 全家出国 这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像被人家急 不是没有道理 好 秀琳 今天我们大家就在追这个标 战狼派变成 压倒宝宝的最后的稻草 战狼派涂掉 改成陈志涵 陈志涵会变成 压倒宝宝的最后的稻草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志涵 针对烧了四天之后的任何回应 因为人在国外 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民众党这几天 当然一直告诉大家 绝对没有什么内斗 绝对没有公斗 然后没有战狼派去欺负宝真 那宝宝只是因为很累 这个四年打了三场选战 等等这些原因而已 但是有个关键的讯息 今天早上吴怡轩被访问的时候 有提到说 那事情已经闹这么久 闹这么大了 那你们有跟宝宝联络吗 他说的说法是 打电话没有接 就是说 吴怡轩假设 这个宝宝并不是因为 带着委屈的眼泪离开 他不是很开心的离开 或者很自愿的离开的话 为什么 你的姐妹涛 党部的姐妹涛 打电话给你 你也没有接 这个就是一个人性 我跟你如果拦辱高批 我知道你来送暖的 我可以跟你聊一聊 我不可能连讯息都不回 我连电话都不接 没有道理 所以这中间才会 大家会有这么多的问号 如果他真的并不是 如外界所揣测 外界所分析 外界所观察的原因 是被逼走的话 不管是心累的被逼走 或者是直接被逼走 这两种嘛 有心理上面被逼走 或者是身理上面被逼走 两种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 显然是带着委屈走 那你要说 这是不是内斗 这是不是有人欺负他 这当然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位置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但事实上是 他现在连你们的电话都不接 代表他的确是心中有怨 所以电话不接 那电话不接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你们现在都不要再找我 不要想要叫 因为政治人物发生绯闻 我真的能发生弊案 很喜欢把这个 太太找出来开计则会 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就是我最亲密的人 你们说我对不起他 他出来说没有 我支持你 事情就解决了 宝宝并没有想要走这个戏嘛 所以你们找他 当然就找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宝宝 不会出来告诉大家说 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情 那至于有没有 我不证实 我也不加码了 我哭完 我已经告诉我 把讯息传达清楚了 那我也不加码了 剩下的 你们就自己看着办 这哪里像是跟你共战四年 有革命情感 就像柯P说的感情这么深 所以哭得宝宝 这没有道理 但一雄 今天有一个说法说 他其实会离开 是因为被逼 逼到走投无路 是真的吗 这三句话告诉大家 讲最狠的话 演最假的戏 然后哭最惨的花 要怎样 要掩盖这朵花的事实 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战狼 你过去对媒体的方法是怎样 对你处理媒体的方法是怎样 你要不要讲出来 我告诉你一个答案 他过去 所有的人 媒体都要经过他 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党团 但我们知道一个问题 今天杨宝珍不是一般的幕僚 他是民众党的政治明星 结果你一来的时候 你把那套规则带进来 请问你是不是要封杀他 你当人家会受不了吗 那请问这算不算做一根稻草 第二个 你有没有叫他扫上媒体啊 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结果没有 开议第一天刚刚忘泽讲了 整家出国 有人开议在出国的吗 杨宝珍当时的记者会是说 他要把这个工作交给致涵很好 结果接他工作的人 整个家里都照料料 这是叫什么接吗 再来第三个 我请教全民众党 请问现在谁找得到他 我跟大家讲啊 连秘书长周一修都打电话都找不到人啊 那柯文哲找得到吗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人家根本不想陪你演下去了嘛 所以一开始我们不是说那个问号吗 不用问号啦 本人在这里负责任讲 就改金探号就好了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一百万的订阅 我再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楼顶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您